村山富士前首相 曹老师化约20年的友谊故事 六年前的今天 曹老师作为第一个受邀做客 而非采访的在日华人去村山前首相家做客 他们的故事始于20年前 彼时的他是家喻户晓得高望重的政治家 日本首相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50周年之际 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 反省侵略历史主张和平发展改善了中日关系 彼时的他只是普通的中国留学生 怀着敬仰的心想见这位传奇的首相 他鼓起勇气打给首相官邸 却被秘书拒绝 但他没有放弃而是机智地说服了秘书 终于见到首相 首相和留学生亲切交谈 并成为忘年之交 六年前的今天 曹老师再次见到前首相 首相说 我很喜欢你的勇气学识和信誉 最后 首相为曹老师挥毫提词账默如信 出自左传强调信誉的重要 二十年后的今天 曾经岌岌无名的留学生收获了自己的成功 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知名私立大学的老师 创办了亚洲人才交流协会 创办了私塾 培养了十二名博士 六名教授 一千多名硕士 逃离满天下 曹老师与前首相的故事未完待续 仅以此篇献给有梦想正在奋斗的同学们 属于你们的鲜花终将绽放 原来自一天就说穿了好将鲜花终将细花终将冲 俩作词账默 适合 用 优优独 对 温暖 犯 公